请你帮我这样做 如果家里没有刮痧板的话 其实用刚刚那个Sam老师讲 用手指也是可以 是关节 有三条线一定要记住 一个是在眼下的 从这个四白穴 眼下大概两个指头处 四白穴的地方 到我们眼尾的 眼长的太阳穴这边 这有一条经络 那我们就是拿着刮痧板 轻轻的这样子刮过来 是这个眼凹的骨头上面吗 对眼下缘的有一个凹陷处 对 轻轻的 就是同一个方向按压三次 从内到外吗 从内到外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我们 银箱穴 就是我们鼻唇沟这边的银箱穴 银箱穴到我们的耳朵前 耳阔前面的一个下关穴 所以从我们的银箱穴 沿着我们的颧骨下眼 刮痧刮过来 刮过来 因为力道只要清新的就好了 因为真的 这样子有用吗 有 然后有用 因为它就是一个轻微的 中医说这刮痧就是以穴为补 什么叫以穴为补 它就是把毒素排出去 来为我们的肌肤活化进补 所以它会有一个效果 最后就是我们唇下的沉浆穴这边 然后沿着我们的那个下 对 正中间 到我们的夹居 夹居就是刚刚我们讨论那个肌肉的 那个咀嚼肌那边 就是你用力一咬会有酸胀的感觉 那地方就是夹居居 然后就是沉浆到夹居这样子挖 然后到这个夹居居之后 稍微轻按压个三到五秒之后觉得很酸 然后再把它顺着这个耳眼耳朵往上拉上去 再从耳后挖下去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淋巴 这就是一个淋巴 很酸 然后带下来顺着脖子带下来 如果你一天做个一分钟 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左边的 你做的那一半边的脸就会瘦很固 一天一分钟就够了 一分钟就够了